今天這個H.H.老師 在現場幫兩位做一個數字占博 來看看未來可能戀愛的方向是什麼 好 這個數字占博 是從易經演變過來的 加上一些通靈人的一些演算 那觀眾朋友們看了 你們也可以選一個數字 我們現在來測一個 測一個運勢好了 因為你們今天第一次見面 我們來測說 你們兩個人個別 在三個月之後 你們之間的情運 就是你們兩個人感情的運勢 會走到什麼樣的狀態 互動嗎 還是個人 講個人 因為個人挑的 這樣個人的 好 選好了嗎 親起來要不要先選 好 我先選 妳先選一個 對 妳先選一個 我選四二七二四 這個 對 好 那Darling 我選三二零四四 三二零四四 OK 一九一七五 也不用刻意選不一樣的 一九一七五 沒有 我們三個真的都選不一樣 那觀眾朋友有沒有人 你們應該有人 有人選五六六九四 但是因為 因為現場沒有人選 我就先 我們就先從五六六九四 講起 好不好 這其實是很激烈的數字 我就是六六大孫 就是我 妳這樣講話 我不好意思撕開來 好 什麼 閨妹 什麼意思 這是液晶裡面的閨妹掛 閨妹掛 液晶有六十四掛 閨妹掛其實是 唯一一個跟婚姻有關的 也就是說在外面的環境 其實開始從沒有人跟人相處 到妳慢慢想要找人一起生活 慢慢走到平穩 穩定 然後確定要進入婚姻家庭 這個掛就是閨妹掛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選到了這個數字的話 代表這三個月 你將來三個月的感情運勢 其實是有機會 走進婚姻的 對 但很可惜的是 現場沒有一個人選到 好 那就是 好 那剛剛慶怡選的是 上面四二七 四二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名儀掛 這個掛叫名儀掛 聽起來你也聽不出 有什麼意思對不對 名儀掛 其實名就是光明的名 對 但是儀是傷害 所以名儀掛聽起來 好像滿好聽的 但事實上它是 你的光明正逐漸的被傷害掉 你是逐漸黯淡的 所以如果是有人選到這個掛呢 表示在未來三個月裡面 你的愛情 將會進入一段黑暗的 黑暗期 我剛剛說的這都只是占卜 它不見得我絕對準了 因為你事業要發達 我們需要強調一下 對 愛情 是愛情會進入黑暗期 愛情會進入黑暗期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就是這個 其實當然它可以拿來測各種的 只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那三個月之後呢 三個月之後就 可以再測一次 OK 好 所以它有效期限三個月 沒有啦 就看你的體驗 我們就忍過這段時間就好了 三個月黑暗還是可以忍耐的 那接下來答令是 我是320 32044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字念GO 就是洩購的購 所以這個叫購卦 下三上八 那我剛剛一直沒有解釋這個數字 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還要花時間 通常普卦的這個人 下面這個三數字就代表你自己 上面的八就代表對象 或者代表外面的環境 那購卦代表什麼呢 購卦代表兩個不同環境的人 來自不同地方嘛 他們在某個地方相遇了 相遇之後 你必須要做一些調整 必須做一些磨合 然後彼此互相理解 才能知道到底 我是要跟你繼續相處下來 還是我們只 快樂的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就離開 到底是錄了一場影之後 還是會有繼續的發展 沒錯 那購卦呢 通常代表一夜情 是的 它就是代表一個短暫的相逢 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 但是這只是現階段 一夜情 它也有可能變成兩個一夜情 變成三個一夜情 那就變成一輩子情 對 明明就說一夜情又變多夜情 到底是什麼啦 這是占卜 就三個月內 它有可能是一夜情的狀態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三個月過後 它有可能是走到另外一個運勢了 對 你這樣用那個懷孕眼光 看著我 我覺得很奇怪 我在試圖理解 好 我們最後看一下帥哥的 一九一七五嘛 簡掛 簡掛這個真的很抽象 這個其實就是在一個事情 都還沒有很具象化之前的時候 它就還又發生很多困難跟變化 這個簡的意思 其實在中文裡面是 掰咖 是剖腳 這只有一隻腳的意思 所以 對 對抽到簡掛的人來說 感情運 它比較會是唱 那個獨角戀 就是演獨角戲 就是比較是單戀 比較是一個人在喜歡對方 或者是有一個人喜歡你 這件事情可能還沒有辦法 在三個月內成型 但三個月過後 搞不好兩個人就走在一起了 我必須要每次都要把這個運 這個還要把好壞 再重新再講一次 這大概是我們今天抽的東西 今天的相逢 當然人生每個階段 都發生一些不同的 可能有困難面 可能你有猶豫的時候 但是三個月之後 又是柳暗花明了 沒錯 當然 鋪了一些梗 因為現在馬上做一個 最後抉擇了 不要被剛剛的掛箱 影響太多的心情 本來剛剛吃得好好的 抽這兩個掛之後 兩個人的心情 臉色一沉 好 最後抉擇 邀請兩位就是舉牌 好不好 經過今天的短暫相逢 跟初步認識之後 有沒有想要繼續認識對方 如果你覺得行 可以繼續認識的 你幫我舉綠牌 你說不行 我們很忙 時間很寶貴 那就可能下一位會更適合 舉紅牌 好不好 我一樣要選 我數到三 一 二 三 請舉牌 你在幹嘛 你怎麼了 不是 好 你到底要舉什麼 來 先問一下 兩位都是說行耶 對 可是行啊 對 但是我要先問一下 剛才這個Evan他 好 因為其實剛剛 老師他補那個掛 你看是不是影響了 應該是說 我前面有提到 其實現代人的愛情 其實都進行得滿快的 然後其實我以前 也是那個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一個 會花很長時間 在曖昧期的人 對 我會花很長時間 因為對我來說 曖昧在預演在一起 在一起在預演結婚 所以我會希望在曖昧期 可能都會拉到半年以上 對 所以如果這半年的時間 對大家都會是一個 滿多的考驗 說法就是要印證說 我那個掛是對的 對 所以我剛才才猶豫 他很擔心接下來生意接不到 對啊 所以掛還是準的 對 所以我剛才才 我剛才猶豫說 這張到底是該繼續 還是不該繼續 因為老師的掛 確實有一點點影響 你看 他說因為他 他怕如果愛媒期撐不過 就沒有後面人 那他怕這個前三個月 就很困難 不會啊 那三個月過去 不會啦 三個月過去就OK了 而且他有 他抽的那個掛 再配有你那個掛 老實講下去了 對 簡掛加購掛等於什麼掛 就是可能 再久一點就會好的掛 就兩個加起來 就變那個結婚的掛這樣子 好聰明喔 沒有人這樣算掛的 那我問一下那個Darling 我覺得他剛剛講完那一段 我又再加一點分 因為我也是那種曖昧 其實要拉很長的人 所以很多男生就是會 默默地就離開了 就是他會覺得 現在人好像沒什麼耐心 對 就是我如果讀你這個不行 那我趕快讀下一個這樣子 OK 然後我想說 綠就是我們可以 慢慢地交朋友 然後可能就是慢慢地聊天 慢慢地煮咖啡 吃各種料理 多聊一點這樣子 祝福你們 我們期待後續 有更多的發展 謝謝H 拜拜 謝謝 拜拜 對 那我們 有 快點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一定要记得要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 而且有很多网路独享的好影片哦 还有还有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